台湾将会发展一个东方瑞士的精神 既精致又巧 又小巧又美好 那每一个都觉得我们非常地和善 韩总的就是民主两岸 其实是两岸主张就是九日共识中哥 跟过去马政府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行动上和实际作为上面 是会有些不同的影响吗 一定会比较 你看马亦就跟我的发型都不同 所以我们做起一定会比较 但是无论如何 一定要让大陆非常创新 觉得会有事 美国 日本 飞机兵都可以非常放弃 因为我们台湾人所有的助力 如果有机会领导共产 都会是以建设这个土地为主 我们会像欧洲瑞士一样 我们得罪不起任何人 所有周边的我们都不得罪 我们通通与林为善 我们没有本钱去放射 如果今天我们尊重北极 我们这个老乒乓球 我们要考虑九二公司 一中队长讲完以后 看北京的反应 这叫乒乓 今天如果我们台湾人 都自己干过你 帮我们打告我之前 自己阐述大的政策 自己干过你 这没有任何问题 你要一定要获得彼此的过失 你觉得说 你也可以推大信任的一点 但是很现实来讲 就是要怎么应 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过之前 你听到说 选拟的战畜战略 可以帮助自己 在这场激励的选择当中 脱衣而出呢 韩国一对选票 任何候选的脑子 它是基于理念 我的人少 财力也少 资源也少 大佬也少 我是靠一大堆青菜 陪着我们 才选择 但是 支持我的 还是理念进行 如果支持我的 是希望理念投射 希望韩国瑜能带动蓝军 带动国民党的改革 我接到太多电话 因为我重新加入国民党 重新交党队 重新进入国民党 再打下去 我听到太多 他们事实上这样做 并不是认识我 它是一个理想的投射 所以将来台湾的领导者 不管是在野党国人执政党 如果你想贪污 对不起 进去做生意 不要来玩政治 如果你想无能 鬼扯淡 无能在那边耍鬼混 请你到外面去 不要打政治 不要污染 政治可以做一个高费的行业 所以我韩国瑜的支持 我有信心 是基于理念的结合 再来做个两岸理工资的大变论 我的做法非常简单 我希望把意识形态的论述 降到最低颜度 把实际做苦工 做实事升到最高领 我认为一个候选人 是当讲意识形态 就是准备偷懒跟退婚 因为这最简单 就像蒋经国先生 见了石拉健身 见了信徒科学人群 见了我们台北农产公司 假设他每年国庆的时候 就要喊中华门个万岁 他别的事都不做 时间到了 下台下台 去见孙中山 去见孙中山 结束了 叫完意识形态 就是鬼混 假许如果不准备 他都不准备死了 现在台湾太多领导者 全部都在鬼混 每天叫意识形态 你问街上小老板 什么叫一宗恶宗 什么叫一宗投表 什么叫两岸一宗 他头都炸掉了 一定有办法 所以当一个领导者 过度渲染意识形态的时候 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搞清楚 这个领导者就准备鬼混 准备鬼混这段时间 我不客气 我们意识形态讲得非常清楚 对外罪就合并 一句话讲完了 一宗个名 你就要共识 OK 两个都搞得清楚 这样可以了 请问剩下人要做什么 剩下搞积极啊 剩下搞教育啊 搞治安啊 昨天两百多个台湾的小孩 被西班牙解冲回来 是诈骗集团的 台湾的产业到什么程度 你现在还在搞意思行单吗 无聊到了极点 如果有心去做这个事 一个领导人 不光是无聊 甚至无耻到了极点 你完全准备够贵了 我认为您的议题 在两岸主义 是不是认同一中 九二共识中各表现 和过去完整的 其实是一样的 这完全没有变 剩下还有什么话讲的呢 我已经认同两岸主义 中文国县 OK啦 剩下是做实测 台湾的经济已经完蛋了 马英九帮好冰战台 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想过去二十年来 台湾所有重要领导人 对台湾的经济 教育 环保 产业 国家的未来 做了些什么 台湾人民心里为八尺 尤其是过去这十六年来 两个领导人 一个贪污贪比谁都严重 一个无能比谁都严重 然后现在这样的人出来 去服选 我们南军兄弟姐妹 自己去思考 会有票吗 这是第一 第二 不管多少候选出来选 只要符合国民党的规定 都是怀疑 但是五个六个七个都不管 国民党中央党部 应该赶快办一场公开辩论会 让所有的参选者 很清楚的告诉南军 你要如何领导这个国民党 如何建设一个强而有力的在意党 第三 我所接触的台湾人民这一段时间 都是两个害怕 第一个害怕挨打 这是国防 美国有台湾关系法跟六项保证 怕挨打会稍微好一点 第二个更严重 怕挨饿 就是经济问题 我最近跑基层我发现 好多好多人都担心 工作越来越难找 赚钱越来越困难 年轻人的前途越来越黯淡 所以所有国民党候选人 你很清楚告诉台湾人民 你要如何建构一个在意党 把经济搞好 有的时候配合执政的执政党 把经济搞好 有的时候监督他 有的时候领导民进党 如何政党合作 把经济搞好 我觉得这是我心里面 非常忧虑的问题 到底爱自己 爱国民党 真的 你从来没有计划不定 多年轻人 你是玩这个党 耍这个党 把资源尽量玩 弄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 国民党已经致死恶果 此时此刻再不改革 国民党一定是死路一条 未来会不会不排除 找一些公民党内的大佬 帮你站台 我一点都不考虑 我认为大佬插花的年代 已经结束了 新娘的结婚 一定需要一个白沙礼服 有的白沙礼服 并不保证婚姻幸福美满 你看起来这个每个候选人 都找大佬大佬大佬 老大佬大佬大佬 最后也就一个人 赢得主席的胸权 所有输掉的人旁边都有大佬 到底这个大佬有没有效 我是强烈懷疑 甚至我觉得有些大佬 在自己掌握权力的时候 能够好好投射自己理想的位置的时候 有没有认真努力 为台湾这个体力来 怕别人 来奋斗 我是此怀疑他 如果真的有 国民党今天怎么会 沦落到这样的情况 国民党的选票 国民党对老百姓的支持 老百姓对国民党的支持 怎么会衰落到这个程度 到底这些大佬 过去所作所为 能获得台湾人民的认同吗 我是强烈懷疑 我再讲一遍 所有华人地区 华人国家 最弱后的台湾 不管是经济发展 不管是国民的事情 不管是软硬财 以及国家未来的欺负 台湾还有什么事情 这二十年来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台湾有更光明的前途 大家去思考 除非我们是骗子 要一个我们是傻子 我们在自己欺骗自己 所以国民党在这间改革 是最后的期训 建立了强而有力的在野党 监督一个强而有力的执政党 台湾人民成立 我根本就不怕人多 只要有一个公开论证 那这些参与人 不管是party 不管是业 人都不错 但是我们不是学好的好时代表达 你新参与的你要立刻证明 你是有魅力 有理想 有论辩能力 有路线 能够赢我们党的男军 我们不是出来选好的好时代表达 我再生一遍 现在是非常时期 要非常人物 要赢你的这个非常时期的男军 去监督执政党 免得民进党继续荒腔手板 所有的党籍的人员 但是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在立法院的五千充 我都只有太远充 所以他是被霸你 其中一个最高票的 不是 各位 我们去前几年 我们就因为我们的总统 有句话 五千亿就全能力 后来我们都自己相怨相援 这是什么跟什么的事件 我们因为支持党的政策 然后行政院说 嘻嘻 很危险 因为这个会怎么可能 我们到底别人有问题 好 两个一公安 好 对 不过我们两个前任的总统 都搞掉一千 那这为什么来说 我们真的没有钱 认识啊 因为我台北投赛公司 已经四年任期到了 要结束了 所以现在积极在找下面一个工作 哈哈哈哈 现在大家会怎么找工作很认真 希望那个工作能够顺利找到 我没有去找104的地银行 不然他们不会再做了 干什么工作我就不再说了 因为吃饭的时间 再次祝福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哈哈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